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晚星期五晚上的節目 直播室繼續有Johnny 也有黃師傅黃偉傑 師傅 你好 Johnny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看到恆生指數一度失手了兩萬點 雖然最終都咬上去 但是這個星期有一點奇怪的現象 恆子不斷試低位 但是成交我們看到也比較低迷和縮減 今天都不足1000億 跌市成交減少 其實就是比較在跌市之中 代表的沽收壓力不是那麼沉重 都是可以視為一個好的現象 那看回港股 因為這個星期曾經嘗試過 對於20850點 但是就受制於 始終未來的期運在20750點 我們預計的第一個反彈目標之上 今天又再回視2萬點 還有一度是跌穿過2萬 今天最低就見到19975點 所以我看看接下來 反而因為現在50天線 就得而復失 走勢是轉弱了的 接下來恆子需要再完成三個 還未完成的任務 你又知不知道是哪三個任務呢 是不是要數到你之前 擺下的那些低位 第一就是 因為一直看恆子可能在營造一個 頭肩底的形態 左肩大約19780點 之前恆子下破2萬點的時候 最低都是落到19889點 跟這個左肩都還是相差大約100點 所以也都不排除它 就是再落低一點 落到接近19785到198 一段時間其實業務必超限三個 不理會爭議 其實在中間你會營造一個 房子那些比較差好 但從現在無故要增淆 だから這個 становится 所以我們把那個時候 看到 egyedile 甚至有了 他的 peng suff blanc 你看到你 antib but 我現在是他人生氣 的最高的 第三個任務就是之前說 他會預計他會後抽到250天線 但是當時恆子跌到1989,889的時候 250天線是19700多的位置 都是差100多點 未試到250天線的支持 接下來看看會不會 如果下到19750 應該會試到250天線的支持 只要完成這三個任務之後 止跌回升 又不跌穿19500的話 我想走勢暫時不用太擔心 最後防線是19500 師傅說恆生指數今個星期 總共是跌的 今個星期跌了134點 今次的跌幅是1.8% 今次的成交今晚是994億 至於恆生科技指數方面 今個星期跌了4.7% 跌了194點 今天收報是3970點 4.5入了 而且今天再次回到五條移動平均線之下 科子方面的走勢 今次說五線會再向下突破 有沒有機會反彈呢 它都已經很貼近 在今年2月28日的低位 那麽應該還未到反彈的時候 因為都是剛剛跌穿了最後那條 250天線的支持 以及RSI 科子的九天相對強之數 今天跌到下去 跌穿了 跌到接近30%的位置 所以32% 今天還在下跌 所以如果根據RSI走在指數前的定率 科子可能還未到達到見底反彈的時刻 科技股大家就不要太心急衝進去買了 因為今天看到 譬如700的騰訊 9988的阿里巴巴都跌得多 譬如700的騰訊 都跌到一條100天移動平均線 現在那裡350元都跌穿了 師傅 科技股好像轉回弱勢了 是啊 騰訊就看到其實它在 前一個星期 都曾經在RSI跌穿了50 然後呢 今個星期就反彈 但就上不回50以上 那證明最近那次的反彈到差不多 接近370元 都是一個短期的技術性反彈 但今天的低位就跌穿了近期的低位 我想100天線 如果從RSI的趨勢來看 100天線現在在346元左右的位置 都失手機會是大的 那可能就要進一步下市 340元的支持 另外還有一個板塊 今天都跌得比較顯著的 就是一些芯片類的股份 尤其是去到今天下午的時間 跌幅在那裡不斷加劇 市場上好像形成了一種 要錢不要貨 暫時套現這樣的情緒 師傅 芯片因為這段時間 其實我對於那些 兩樣東西 一會兒我們都可以說 以中芯國際981和雙湯 雙湯這部分也跌得都比較厲害 那兩個例子是我們一直提醒大家的 就是那些強勢股呢 中芯一直是從18元升到今天還創了 其實今天它創了一個近期新高 然後才回落的 今天最高見到25.75元 那最高的時候呢 偏離十天線呢 有一成的 因為十天線在23.5元那些位置 所以我一直都提示大家 就說如果那些強勢股 一直是強勢而 偏離條十天線太遠了 你不要貪心 不要覺得它追入了 那一旦回起上來 好像今天它一回上來 就跌回到十天線以下 今天最低見到22.5元 收就收23.25元 就輕微收一條十天線以下 所以就算有多強勢的股份呢 當它偏離十天線 太過有一定距離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一定的拉力 那你就只要 你真的想買的 現在就給你 去回十天線那裏 23.5元給你買 那就好過去高追 那第二個 就是想說在技術走勢 提醒大家就是說 一些強勢股 如果它開始 一直還是上山的時候呢 你去買 那個輸的機會 就低 贏的機會 就是贏面就是高的 但是當它見頂回落 20號的時候 由3.7元開始下跌的時候 你以為3.1、3.2已經是吸引了 誰知道呢 誰知道呢 那時候因為它已經轉了勢了 就下山 如果你試試 你想想3.7元跌到3元 都已經調整了兩成 你打算夠了 3元買現在跌到2.4元 都可以再輸 差不多是一成多兩成 所以下山的股票呢 尤其是是升得多 而開始下山的股份呢 你就真是大家 想著兜底的時候呢 就要小心一點 我反而就不是 喜歡選這些 因為它 我之前的舉例就說 你下山究竟是 去到半山腰啊 還是去到山腳啊 你以為去到3元已經是山腳 誰知道原來現在看回 就是半山腰啊 剛剛呢 981中心國際呢 亦都是一路的強勢股 一路都不敢喊大家去買 但是呢 如果你有貨的朋友 就之前可以一直保持住 因為它都是出現了頂背池之後 它都還可以繼續升 它的動力都還在 直至到呢 昨天出現四頂背池 今天就一枝大陰燭 跌下去了師傅 但是呢 如果你有低位有貨的 那我們都 因為今天那枝大陰燭呢 是都相當之長 俗身形成了一個 穿頭破腳的走勢 加上十天市 曾經是 都叫輕輕跌穿了 收市都是收穿了 輕輕收穿條十天市 所以我覺得 最後一個指贊位呢 就是不要貪心話 都要鎖定的利率 就是今天的低位22.5 如果再跌穿22.5 還有錢賺的朋友 就一定要去指贊了 又或者是24-25元 買的朋友 現在是坐著的 即是大价位的 如果跌穿22.5 都適宜是要止竊離場 因為你想想 它是由18元以下升上來的 如果真的要再調整 比如說進一步下市 調整20天線 現在20天線在21元的位置而已 馬尼師傅 今天電動車板塊不多 OK 那些人說 會不會是關於昨晚Tesla的事呢 那我又不敢這麼說 因為昨晚 那些人說Tesla 和火箭發射失敗都有關的 但是Tesla真的看到無利率 是因為它也公佈了貴度業績 無利率 是看到有一定的 是跌了的 因為減價戰 我想電動車的無利率受壓 就是因為減價促銷 如果你問現在減價戰 是不是還會持續呢 我相信答案就是說 因為現在新行業車 都呈現一個產能過剩的格局 所以未來還會面對減價的壓力 不過幸好就要看看 碳酸利的價格 是不是繼續回落 如果碳酸利的價格 是繼續回落 使電池的價格 和電池的成本 下降 就有望是 部分抵銷 因為車價 減價的 對無利的壓力 那說開車 在內地車展方面 寶馬又搞出民族大件事 派雪糕就派了給外國人 派給中國人 不過今天 跟他相關的一些股份 例如有隻華晨中國 3.05元 都叫得升 但是他那個是宣傳Mini 暫時來說 在港股方面 就未見到其他相關的股份 不過今天有隻逆市星 是233100 師傅 今天他雖然是大陰燭 但是都叫突破了一條250天線 收59.05元 升2.9% 升了1.65元 關於銷售數據事 但是明明又說是倒退 都還可以升 看回他今年第一季度 李寧銷售點 在整個平台的零售流水 按年都錄得中單位數的增長 而線下的渠道 包括零售和批發 錄得高單位數的增長 其中的零售 在直接經營的零售渠道 還錄得一成至兩成的中段增長 而批發渠道 錄得中單位數的增長 至於電子商務虛擬店舖業務 錄得10至20%的低段下降 就是電子商務虛擬店舖業務 所以就除了電子商務虛擬店舖業務 而這一樣就以待出價格就rrm 然後就只要報還營票 令市民虛擬店舖業務虛擬 match 雨所以官員人虛擬店舖業務 上它這這個市民虛擬店舖業務 然後不用做就這樣 因為薄餿表面感到相信 在規劃茜料さん上市民無財 錢以賣由 在銅店銷售方面表現比較差 不過今天看到有些大行分析 看銷售的銷售也不是太差 還有看到有大行上調他的目標價 沒錯 最主要是在去年 很多運動品牌都為了負存賣不動 在擔心 導致很多內地品牌出現了營收增長速度下滑 甚至是負增長的情況 不過他們就看好李寧 因為在這樣的局面下 還可以加速門店的擴張和升級 所以去年2022年 李寧的直營店增加了265間 同時又說李寧在門面下落了功夫 營造一種高端化的印象 所以說很多內地品牌和李寧都比較難抗衡 不過師傅 這些體育用品股 剛剛你擔心完安踏體育抽水 現在是否那些錢又買回李寧呢 所以 都要看回那個技術走勢 技術走勢來說 其實雖然說今天那個 第一季的銷售來說 就不算是太差 但是那個技術走勢都還沒有改善 因為今天的高位見過65元 就曾經是上了一條250天線 在63.5的位置 但是可惜它是大陰燭的 高開低收 其實它今天一開已經是65元了 開市價也是存在最高位 接著就由高位一直沽下來 雖然說收市59元05仙呢 就比起昨天叫做有一升 但是在形態上呢 一支這麼長的陰燭 但是代表的高售壓力是都挺重的 還有今天收市價59元05仙呢 就叫做都還是收到一條20天線 59.5以下 那麼10天線現在就在58.8的位置 其實隨時都有可能再跌回到10天線的 這個呢也都要留意住 因為呢 除了是第一季的數據之外 有些行商就說 喂 見到4月份呢 給一個折扣呢 又有改善 看看到時呢 管理層會不會上條今年的一個指引 理齡方面我們繼續看著 好了 師傅 今天你推介的板塊呢 又是屬於醫藥 還是其他的股份呢 屬於建築的板塊 哦 這樣肯定是中國建築國際了 因為今天呢 他也有些消息出來的 你這麼聰明的 我有看新聞嘛 是啊 那麼今年第一季度呢 中國建築3311 累計新簽合約額呢 是有472億港元 當中一些主要的項目呢 就包括有九龍聖母醫院重建項目 九龍宏照道一旗公屋項目 浙江省溫州六城區 未來科技 未來科技島安置房項目 和廣東省廣州白雲區龍龜陶瓷城安置房項目的 那麼看回到今年3月31日呢 集團的未完成合約額呢 有3184億港元 他的業務呢 就是除了香港、澳門之外呢 中國大陸也都有這個業務呢 在香港和澳門那方面呢 他們就著重一些公共和私營的建築業務 香港市場呢就可以受惠於疫情後的經濟復甦 以及政府主動的作為加快土地供應 以及供應房屋建設 還有醫院新十年發展計劃 還有更長期的明日大禮 北部都會區等等規劃都不斷是落地 相信將來呢 是會迎來建設發展的新機遇的 澳門方面的經濟都由低谷度復甦 隨著通關恢復正常 加上中央的支持 經濟增長加快都會為中國建築 帶來新的業務機遇 而在中國內地 集團主要就專注於建築相關的投資項目 遍及不同類型的業務 包括投資和建造收費公路 收費橋樑和各種的房建工程 好像保障性住房、醫院和學校那樣 集團同時都堅持中國內地的業務轉型的策略 就選擇長三角和大灣區等等優質的市場 並且是不斷優化在手項目的組合 增加參與政府定向回購的項目 和其他現今回收週期比較短的項目 以加快資金的周轉 隨著中國疫情放空進入新階段 經濟社會會力進一步釋放 亦都會對它前景有利 建議買入價就要等一等 因為要更新一下收市價 今天中國建築國際上映線都非常長 今天開市口價是9.4元 最高位一直飆升過去9.84元 亦都在早上10點半之前做了出來 不過隨後股價一度回吐 一度落過去五天移動平均線 9.3元那些位置 最終收9.44元 所以說今天的波幅就比較大了 基金買入價是9.15元 目標體10元 指示位是8.75元 8.75元是指示 上網10元 亦都是近期密集的 叫做羊竹 不是上映線的頂部位 因為近今年以來 最高位是3月7日 9.96元 看看今次會不會突破 今晚我們節目先到這裏 不過在這裏提醒大家 我們星期日4月23日 會有黃師傅跟我們做一個實體的 seminar 就是雙機投資連線珠海的研討會 4月23日星期日 下午2時 我們會在旺角香港康德斯酒店上去舉行 大家記得去到我們新成財經台的網站報名 連結我稍後放給大家 可以去到YouTube看到 Facebook也看到 另外也可以撥打36987373登記 黃師傅到時回來會和大家說一下 內地到底有什麼投資熱點 剛剛我們找了一隻李寧給大家看 還有沒有其他呢 讓師傅回來和大家派一下禮物 好嗎 李寧不是大家投資的 不過我們就他第一季的零售流水 再加上看他的技術走勢 今天可以用虛火上升來形容的 到底可不可以有改善呢 星期日告訴大家 好 師傅 請你申報一下 有沒有時候今天講到的股份 都沒有的 沒有的話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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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